一个人并不会因为批判别人 而就使自己道德高尚 就是这两回事 其实你不妨设身处地 你如果处于同样的处境 你是不是不会做这同样的事情 其实我觉得不少人是 难以逃脱追问的 我始终觉得要把事情 就是你的动机和行为区别开来 你可以罪其行 但先不要着急罪其人 但现在我们经常把它混在一起 你说为什么不追求 不像英雄学习等等 但是这个它不需要 而且之前我们是经过一个 最高的破产的状态下过来的 对 我觉得这个是要分清楚的 在座的我们面对的大多数人 不偷不抢 不强暴别人 更不谋杀 我们基本上就做到了 就像休莫所说的 大多人他没有自觉 没有觉察 他已经是一个正义的人了 但为什么还是要警惕 要预防呢 因为我们有时候也可能 很容易破皇的境地 比如这个利益诱惑太大 我只要稍稍的欺诈一下 我就可以得到一大笔利益 或者都有人送上门来 还有一个就横暴之来 突然被人很不公平的损态了 我又报复不了他 我可能就报复社会了 张三欠我的欠不还 好像我也有理由 我欠李苏的欠严格不还了 又上是这样的连锁的 对这个东西有意思了 在这样的一个社会里 比如说 就个人和社会的关系是什么呢 比如说 我记得我当时 那个印象很深的一个书 题目叫 《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吧 尼泊尔写的是吧 尼泊尔写的 就人 就是你想做个道德的人 跟他这个关系怎么处理呢 这个其实在某转 也可以说是强调制度 而且我们努力争取的一个 比较好的社会 就是说 让这些破防的境遇 能够对人们发生的越来越少 诱惑之大 你这个市场 社会的规则比较健全 横暴制来 有法律给我做主 我也不用太 觉得求告无门 是个人 大家能够比较 平等的基本权利 不至于老是破防 今天精神好了 不累吧 都怕你把你晒一下 你要喝咖啡喝什么 咖啡喝咖啡提神 那个晚上我给你调酒喝 有调酒 咖啡就好了 谢谢 对 是不是你昨天晚上又撒花了 所以我赶紧读读陈子路 自我反省一下 我跟您忏悔一下 你这个海边有一个礼堂 正好可以 在那忏悔是吧 好 咖啡来了 我们坐过去吗 可以 坐在那边 咱们坐在那儿吧 您觉得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之间的关系 到底有多密切 我觉得看对什么人 我相信大部分职业家 他是把生活方式尽量的简单化 思想你可以尽量复杂 你比如像蒂康尔 他尽量的隐居 连性他都要通过别人转交 那一逼九路 一逼九路绝对不是一个放荡者 不是所谓 他说想要这个 绝对不是 他对快乐的定义是 灵魂的无纷扰和身体的无痛苦 很消极的 很防御似的 别人所理解的快乐主义 狂欢笑 他觉得马上就 孙弟不是这样惩罚他 我就被昨天晚上喝酒 这惩罚 你也好像是 一次一次的被惩罚 对 那些古希腊的哲学 谁最吸引您呢 在某种地方各个都吸引我 因为它构成一个取义项 就是各种性格 但是古希腊的哲学家有一点 他们绝对拒绝接受最智慧的人的称号 如果是谁接受了这个最智慧的人 接受的一散了 他就变成一个最不智慧的人 是 都会神域不是说 雅典最聪明的人 最智慧的就是苏格拉底 大家觉得他智慧 但是他否定 他想找到比自己更聪明的 这个也很得罪人 甚至是最得罪人的 原来各行各样是视为权威 哪是最智慧的人 一下就被苏格拉底给否了 所以就好几拨人联合起来控告他 最后甚至处死他了 所以智慧多危险呢 智慧很危险 他本身就带来痛苦 就像苏格拉底说的 你要发现真理的珠贝 你必须潜水克服阻力 克服你身体的惯性 有多少人愿意做这个事呢 包括纯秋的这些 把我摆家一样 就是因为80年代 其实是一个对中国的往日 大家其实是一种 尤其传统文化 有一种否定的态度 然后就在19293年开始写那个良心论 当时这个环境里怎么找到这个切入点呢 展开你对中国社会的一个理解 就还是挺意外的 对 当然一个比较通俗的解释 我们一谈起道德来说 就说这人有没有良心 良心被狗吃了 批判社会就是良知沦丧 是吧 现代的潮流 包括西方潮流 更强调良心的自识一面 我是更强调良心的共识的一面 来建立我的一种 普遍主义的底线的伦理学 追求一种方向 是朝向一个科工化 普遍化 但是我又恰恰想 从内在的 主观的意识开始 就是我要把良心论中的 动力源头的侧隐之心 发掘出来 仁爱自侵始 然后你一步一步推进 比如说诚信 中书 处理好一种群体关系 人和他人的关系 就是人权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越来越平等 所以它是在社会的意义上 良心论来讨论个人能力 有一些感觉 可能说起来 现代人能够比较容易理解 比如说我们读左传 他们那种交往 或者豪迈 壮烈 比如博弈数奇的那种风范 还有像是巨渣吧 他看到一个 有个是徐古 还是哪个小国的君主 很喜欢他的 带的是宝剑还是什么 但是他还要促使其他国 这个宝剑他必须要用 心里就暗暗地许下 我回来的时候 我送给他 回来的时候 这个国君死了 然后他就把剑挂在 他的墓地树上 走了 所以你看这样一些人物 不吸引你们 但是最难的是我们现在老批判的 比如忠诚孝资 很难理解 很烦 干嘛你要忠诚于一个 可能不一定是 有德行 对 好的信 就像我们有时候很难理解 为什么西方人要那么忠实于法律 这个法律明明对他不利 而且是本身不义 就像苏卡拉底为什么要 就是要接受 宣布他死刑的法律 我们中国人可能太聪明了 觉得他们太愚智了 但是法治下来 就是靠这个精神建立起来的 和威胁下去的 中国古代社会秩序 也是靠这样一种 忠孝的精神 当然这个时候忠诚不是忠诚一个 可能具体的对象 一个具体的君主 而忠诚一个一种原则 你比如看到游侠列传 那个去杀秦王的那个金科 金科雇佣我的人 哪怕我最后瞧不起他 但是我也完成这样的任务 我不是为了你去杀 但是我说的话 绝对是算数的 读古书读到了这样一种精神的话 忠诚不是具体的对象 而是一种原则的话 你会以中国古代的精神 还是了不起的 那这些百家里面 你特别喜欢谁 柱子百家里面 那柱子百家我最喜欢 还是孔子 还是孔子 我还是喜欢 最喜欢孔子 温和坚定的楷末 还自嘲 还自嘲 还喜欢到河边 吹着风 晒着太阳 游安勇唱着歌回来 是不是 这部都是挺好的事 但是温和不异于这 就是说 好像是全路般的 你来顺受 其实温和就是说 你看着外表很温和 可能有时候很随和 但是碰到一些 很大事大会的原则上 它很坚定 它不跳来跳去 我是很喜欢这个词 就是温和而坚定 我突然被人暴躁而摇摆 你怎么办 外表很暴躁 内代又很摇摆 我觉得你有时候 你自己拿自己的天性 也没办法 但是暴躁 我的感觉还是 要有所节制 就是说 可能有些人很容易发露的人 他有个作用秘方在那里 制露 老师想着他要制露 可能会好一点 你认为某种行为是正当的 但是处于某种特殊的社会形式 你会发现好多人不敢做这件事情 这个时候呢 如果你做了 你体现出你的道德勇气 对于一个思想者 道德勇气有多重要呢 思想者 思想者也是各式各样 思想者在勇气上和常人差不多 不是有一句话 建议勇为的多是什么土狗背 仗义每个都土狗背 想得更多的那些熟人秀才 他需要的是另一种勇气 对 表达真相或者真理的言论 但是我们不能奢望 所有的思想者 知识分子都表现出这种勇气 我们只能说很敬佩那些 表现出道德勇气的人 如果没有表现出这种勇气的人 虽然有点遗憾 但是更多的还是批评 让他们不能够不敢发声的 制度或者社会的形式 我觉得还是应该分清主刺 他们是要拍咱们人生走下坡路是吗 哇 下面就看又不一样看海浪 你看 又不一样 又感觉又不一样 这边还是全是好牢嘛 他们的 这个大海啊 是好像看起来是单调的 但是又永远让人不枯燥 城市还总在变化的 只是他不太让你亲近他 就是只可观看 不可惜 卸完 包括您最初研究这个论医学里面 就是对这个技术的崇拜 后面那套哲学 其实是不是就是那套功利主义的哲学 对 功利主义它确实有这个倾向 就是他太强的效率 就包括人道德选择 就是好像我们都是这种功利主义的俘虏 上流立刻不都有那种选择吗 一辆火车冲过来 这边有五个人 那边是一个人 把这个火车搬过去上 可以撞一个人 让五个人活下来 我问他们 你们会怎么选 我就让车该怎么走怎么走 就不选 就可能撞死那五个人 就才自然化死 我也是那五个人 就那五个人是吧 就是直接撞那五个人 直接撞五个人 那一个人是无辜的 他们两个人的观点是 如果在哈佛讲课的视频上看到 大多数人是跟你们的选择相反的 那么就是你们在一开始就坚定不移的 遵循了义务论的观点 就是康德那种观点 就是刚才他说的 那个人是无辜的 这五个人 虽然是他死亡是很可惜的 但是他本来就在那条列车的前进线上 他们这么高级吗 我们车数多有那么高级吗 本来你们已经想过了 和你们 这实际上搞得自己都那么厉害 和他反应 不太一样 但他后面还有两个例子 第二个例子就是把一个胖子推下去 阻挡住列车 对 然后第三个就是说 一个医生把一个比较良好的人 器官都取出 当然这个人也就要死了 救了其他五个人 就有其他五个人一致 这三个结果都是救五死一 但是在后面两个例子 反对的人越来越多 变化发生在哪里了 就是这个随着行为 究竟是谁的行为 以及行为的对象或者受害者 在多大程度上卷入了这个世界 那么当司机搬下号大堂 不管怎样 他是加入了一点主动性 这某种意义他是他的 推胖子更大程度上是一个无辜者 他现在在铁路上都没待着 到了这个就是说 杀一个人的器官 分配给五个人 你怎么能够替代他做决定 世界是不是要大乱了 你分不清什么是谋撒 什么是善意 有些是很残酷的考验 要是您呢 您如果我们想象 您在那个位置上 我可能会有一点犹豫 那么这种犹豫就让我错过了可能选择的时机 是不是 因为功力主义一个要命的问题就是说 他可能或容易 仅凭结果来拍摄 是不是正当的 他太强调效率 就最近几十 几百年几十年 就发展到如此的地步 最后有点让人害怕了 我觉得 这种技术崇拜 会对人自身 对自己的看法 对人的时候自身的看法 到底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影响 二十世纪以前 到当代以前 几乎不会强调 人是探极生命 探极推 以前我们对这个不敏感 直到出现了好像 或者将要出现了 规矩色物的时候 我突然想敏感 我们是探极色物 我们有这样的脆弱心 你想想我们这些能力 是跟我们是探极生命 很有关系 我们的很多美好 或者爱的能力 海事三盟都建立在 我们的生命 肯定要消失 所以才珍贵 但是现在变化太大 人工智能 超级智能 它可能取代人 您相信真的可以吗 我觉得有可能 我们现在只是有 在一些专门领域里面 你比如说阿尔法 打败人类的冠军 但它不是全面的 比较偏科 比较偏科 就是说 如果它全面的超过人类 就有可能替代人类 但人的复杂性真的 人那种复杂性 真的可能被替代 被超越吗 这恰恰是你的误区 就觉得 它能替代人的感性吗 它能够有人的那种丰富性 灵感 直觉吗 没有 我也同意 没有 但是 它不需要控制我们的灵魂 它控制我们的身体 这某种价就是控制我们的全部 它就是把你当一个物体看待 消灭你的身体就够了 你就不存在了 你历史上 你哲学家 手无腹肌之力 经常被 大家上一个满汉 都可以把你给揍死 是不是 而且历史上充满这样的时刻 对 问题是我们不会意识到 不太容易意识到这种危险 还有基因的改造 慢慢使人变成半规矩 半探机的生物 然后再好 就全规矩的生物 都有可能 我怎么被您说到一下子 陷入一种状态 不知今夕何夕 对 不知道我们现在处在哪一个点上 他们原来有个很可怕的设想 哪天突然控制世界的通用智能机器 从我想到他的使命 就是不断地制造别针 他会把所有的可以利用的资源 都来生产别针 包括人 包括动物 包括人 他可能会追求一种最大效率化的原则 所以这个世界就成为一个别针的世界 所有的材料都变成别针的原料 好想调一杯 调一杯酒叫末日 作为探机生物最后的晚哥 能调一杯末日什么感觉 不好喝 饮下这杯毒酒吧 像这里的生意还可以吧 不是 龟机生物都马上取代我们了 我也无所谓了 无所谓了 今天破关破摔了 其实只要我们存在一天 就过好每天 也许我们最害怕的东西 甚至不会来临 你现在安慰我一下是吧 其实我们的很多忧虑 因为有这样的思想家 其实觉得是 到时候机器代替人 这是又一个伟大的进步 但是我说 天啊 我们是人 虽然说我们很脆弱 但是我们毕竟创造了 像唐诗 宋词 富尔斯泰 托斯托尔斯基的小说 绘画 这些音乐 雕塑 尤其是轴心时代以来 创造的这些 精神文化的财富 这些东西 我还是觉得很珍贵 如果是万一 人工只能支配世界的话 这些东西就 毫无价值的变成 可能就毁了 连哀悼的人都不会有了 连哀悼他们的人都不会有了 那还是觉得 听说 如果从个人来说 其实无可助拒 尤其到我这个年龄 整个一生也就剩下的 就这些日子 就像罗素 他那时候担心的核大战爆发 其实他已经90多岁了 但是他还是忧虑 对已经产生的文明成果 可能完全要毁灭 感到忧伤 如果这个新的基础 用规定部分来改造你 让你的意识可以存续下去 再有两百年 你愿意吗 看着这些变化 三百年 我还真没有想过这些问题 如果看到是这样 他肯定要毁灭 我可能宁可不看到 挺难受的 宁可不看到 当你比如说 您这些年在考虑这些问题 人类的未来 如果现在我再问您 会怎么重新看待当年 比如说翻译正义论的时候 然后关心一个社会的制度的建立 伦理的建立 就这些更 跟现实相关的这些东西 您会有一种 会什么感觉呢 对 我觉得是 就是说有这样种思想 你就不会太执着于 我一定要 甚至在有生之年 一定要实现一个非常完美的理念 或者模型 或者我们退一万步说 即便有完美的 或者接近完美的 最终也不复存在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以某种比较超脱的态度 进入其中 但是又超脱其外 我们当然要尽力 证据一个比较好的社会 但是呢 如果实在证据不到 或者在你的有生之年 证据不到 你也安置若素 这个在陈思路里面 就反复提到的 但是这不影响 他履行 作为一个罗马皇帝的职责 作为一个罗马公民的责任 他依然是肃性业魅 所以我觉得可能在内心 达到这样的评论会是比较好的 既操作又投入 是 我看那个真实的事情 还是传说 就是说苏格拉底在临死之前 在监狱里才练习长笛 然后别人说 你明天不要被处死了 他就说我这个时间就好练一首曲子 非常镇定的来面对这个一切 而且在是充分的完成生命中的最后一刻 对 不是在那里哀天忧人 只要活着的时候 我去展现我的智力 或者体力 或者学习能力 这都是挺好的 我坐在腰头 那你休息会 正好休息会 我动一下 当爱与正义发生冲突的时候 怎么判定 爱与正义发生冲突 这个题目好像太大了 要有一点具体的例子就好 找点例子 我想起加妙的一个例子 他有个剧本 当时一些革命者 要按赞了个工局还是大工 我有印象 突然发现他旁边坐着一个小孩 这个时候就犹豫了 就丢不丢炸弹过去 后来就没丢 回来就讨论 反省 检查 激烈的争论 你是要爱这个孩子 就丧失 实现正义的一次机会 还是不管怎样 为了正义 哪怕孩子也可以杀死 这就是爱和正义 这是一个例证 您觉得呢 你说正义是为了什么 还是为了生命 可能为了爱吧 是吧 那么在这个例证中 可能还是更多的去同意 就是爱更为根本 就包括那些革命者 人们要闯在一个 普遍的爱的世界和社会 那么是不是就为了 哪怕他是一个大工的孩子 但他毕竟就是孩子